这个档案我们要介绍呢 这个求算定积分 它的三个步骤 三个步骤 那首先呢 step 1 partition 也就是说呢 我们先要把它给我们那个区间AB 把它区间N等分 N等分之后呢 你必须要把这个X0一直到XN 这些分割点的值 全部都找出来 那另外呢 这个dataXIA呢 也可以顺便算出来 如果它是正则分割的话 那这个dataXIA都是相等的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每一个区间的宽度 通通都要相等 通常我们在做题目的时候呢 如果你是使用定义下去做 那这边呢 最好是使用相等的这个区间 就是指区间的宽度呢 最好相等 也就是这些dataXIA 通通都相等 好那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submission 也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黎曼盒呢 要算出来 那这个黎曼盒呢 这边就简化了 就是说呢 我们用这个高 乘上这个指区间的这个宽度 那换家说呢 你必须要把上面这个 每一个分割点 它的这个值 函数值 那通常我们都取这个 right end point 也就是每一个指区间 它的右端点 取它的右端点 当做RI 这样子呢 会比较方便 那你把这些端点的值呢 带到函数值里面去把它求出来 然后分别呢 乘以X dataXI 然后从第一个指区间 一直加到第N个指区间 把这个黎曼盒呢 求出来 然后步骤三呢 就是take limit 那同学会发觉呢 它这边呢 就是把N趋向于无限大 因为这样子比较做 比刚才那个long 比这个 因为这个N趋向于无限大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极限值存在 它必然可以得到一个 像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这个呢 也会趋向于0的 所以呢 这个指区间最大的宽度 趋向于0 它的代表的含义 就是N趋向于无限大 因此呢 我们就取 把N 这个式子 黎曼盒里面 这个N这个式子呢 把这个N呢 趋向于无限大 这样做会比较简化一点 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看一个例题